最近拿銀主盤湧現 當中不乏一些內地富豪 最近一個由佳兆業主席郭英成 他早在2017年以3.5億買入一座貝沙灣別墅 目前市值2.8億 但今年5月11日被接管強拍 相信與內房財困有關 還有一座曾經由華茂爾故主席 曾產案主角之一的陳振聰家族持有 價值4.5億的洋房 亦在4月份招標拍賣 值得一提 當年由於拱如森去世 之前沒有立讀遺囑 因而掀起一場千億的遺產爭奪戰 最後高等法院在2013年判陳振聰敗訴 需要入獄12年 後來獲得減刑 在去年7月出獄 另外一名聖金的內地富豪 他名下一個價值2億的尖沙咀單位 最近亦被銀行接管強拍 事實上除了這些富豪之外 近日大部份的銀主盤都牽涉普通的打工仔 這些銀主盤大概介乎500萬至900萬之間 今年香港到底有多少銀主盤呢 官方暫時並沒有數據 但據不完全的統計 今年的3月底本港大約有150個銀主盤 對比去年全年大約100個銀主盤 明顯是增加了 而3月底到現在 本港市面大約增加40個銀主盤 加起來都差不多有200個 較去年增加大約一倍 在經濟轉差的情況和疫情夾擊之下 相信下半年會有更多銀主盤出現 當然買樓是很多打工仔的終身夢想 但在買樓之前記得要設計謹慎 香港現時800萬以下的單位可以做到九成按揭 即是需要給一成首期 而1000萬的單位就要給兩成首期 由於按揭的門檻近年比較降低了 相信很多年輕人來說 買樓一定會很有吸引力 但供樓一定要計好條數 譬如月供的負擔和就業情況等等 簡短地總結一下 在經濟下行的時候 年輕人一定要做好更長遠的計劃 不要增加財政負擔 而是要保留實力 等資產市場慢慢好轉的時候 到時才再入市置業都未遲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財經的資訊 記得追蹤我們UPTV 啦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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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